爛式鳥事各種事都在記錄2.54 哈囉大家好,我是硬曲 今天這樣的開場 你們會不會疑問這支影片到底要幹嘛呢? 沒錯,就是要來 切水果 痾... 因為我最近去飲料店當打工仔 他們會需要處理一些水果 那我在切的時候就有同時覺得 哇,怎麼這麼厲害 然後連老闆也這樣講 你知道我內心就 always 幹,還好吧 我切的就一般速度啊 基於以上的理由 所以呢,我就想說要拍一支 我怎麼切水果的影片 那有興趣的就繼續看下去吧 先說我不是專業的喔 首先,我們先來切蘋果 削蘋果皮的方法就是... 隨便 我個人都是用這種小皮刀啦 當然你要用另外一種也可以 之後我習慣把蘋果切一半 再去掉頭尾 我用的刀具都跟了我好幾年 欸...應該有六七年了吧 之前朋友在用的時候 還寫我的刀子變成鋸齒裝 在中間畫個菱形 然後向上的一挖 這樣漂亮的蘋果就產生啦 把蘋果皮的方法 把蘋果皮的方法 先洗乾淨 也是挖掉頭尾 有時候我會挖掉比較多啦 那單純是因為... 就是失誤 接著把蘋果切成四等份 我切水果通常是不太用攪拌的 因為... 麻煩 接下來就... 前後切兩刀 就可以把芭樂的紙挖掉 那有時候上面會有一些殘留 再用刀子挖乾淨就可以了 那有時候其實你只要切一刀 然後再往上... 就是往上... 溶起來 其實芭樂的紙就可以完美的落地 超簡單吧 鳳梨也是先去頭去尾 然後再橫躺著切 這種鳳梨切法 我今天是第一次嘗試啦 為了這支影片 我可是特地拿出了我珍藏也久的刀具 我超怕被它給割刀 還好沒事 那用這個切法 真的要用力一點的刀子才可以 如果是常常要切鳳梨的人 其實可以買個鳳梨刀 因為真的超爽 鳳梨刀超利的 我們飲料店有一支 但是我就是在切的時候 就很怕一個不注意 手指頭就不見了 其實切水果就是 多切就會了 不擠的話慢慢切是可以啦 反正總是能切好的 對吧 那因為我的技術不怎麼好 所以可能多切了一些果肉 所以我正在補救那些被我無切的鳳梨肉 是吧 做人不要浪費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就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掰掰 買回來的鳳梨 看在我